刚下边回到家打开联赛一看 这双方怎么都打的这么差 再一看不对啊 这场是生死局 我们目前排第一 这个是第二的部落 也就是说这场谁赢了 谁就希望晋级冠军一 那这场的输赢 很有可能就看我能不能打个三星了 或者说能不能晋级就看我这一把了 估计双方最多差个一两星决定胜负 这压力太大了 给我留了个11号 不多想了 本命雷龙安排 这个阵型的框架还是比较熟悉的 冲杯经常见到 但是陷阱不同打起来效果也完全不一样 我将用投射车清理个角落 打算先把大本营上边的防御都清了 再把狂暴法术塔给出发 从正面开打 毕竟这场至关重要 起码先保证二星再说 这要是打个一星 我这老生者的脸还往哪放啊 塔这里的陷阱真的挺多 两条雷龙很快就没了 这个地狱塔如果不打掉会很残 用气球给它打掉 不然一会我用雷龙打这个蛮王的时候 它会一直消耗我 这场打的时候整个人都是很紧张的 这部前戏也算是打到预算吧 法术塔也出发了 然后双王右侧清理箭主 等投射车打掉左边的火箭 就可以下雷龙了 虽然这场打得非常极限 但是在这样一场关键局打到三星 每场都让成员先挑战 首领来压轴的信任 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什么言语也表达不了秀书的心情 那就上战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学会了吗 关注秀书 我们下期再见